字幕 第1題 題目第1題了 如果s²-m3²-m²-5 可以被s²-1整除 然後問這個裡面的多項式的 平方跟三次方係數為多少 這題他有提到整除 解題以示定理 之後就是衍生的因示定理 我先把步驟化寫出來了 這邊的話我把整個步驟寫出來 那我分三個塊,我把步驟的流程寫出來 綠色這邊 然後我等一下把計算過程也往下寫 那最後這個計算過程的話 可能我們平常考試或是寫計算的過程 或是計算試著,我們只會藍色這一塊 中間這邊 可是這邊原因的部分 我在最右邊的篇幅這一排來寫 黃色這邊來寫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邊的話概念是這樣子 我要利用於是定理的概念 因為整除嘛,於是定理的 所以帶入多項式,我要列式 好,這是第一步 這有點像口訣啦,像動作要做的事 所以這邊我先把它步驟寫出來 今天一開始下筆的話 我們先把s平方-1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除式 不是被除式,是除式喔 我們把它做因式分解 我們可以寫成s加1 s-1 好,那代表說 今天如果它會被s平方-1整除 那代表它也可以被s加1 或s-1整除囉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換句話說,你今天余式定理嘛 余式等於0的話 你把-1代入 是不是整個多項式 這個式子要變0 還有把1代入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對這個式來說 它的解是不是s-1 所以我們把s等於-1代入 我會變成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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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加n-5等於0 這是第一個 那同樣的咧 我把s等於1這邊呢 代入這裡 後面這一段 然後我們把它代入 那這邊我就直接快一點了 這部我就不寫了 就變1加m加n-5 1加m加n-5等於0 現在變成這兩個 這樣的話我們第一步就結束了 第一期的step完就結束了 這部分的概念是這樣子 我們把這個概念就做完囉 再來我們就往下 那再來要幹嘛 我們把這個 題目列完二次 二次連列方程式 我們來解它 所以我們下一步繼續往下 這邊我們就解這一段了 我們往下這邊 就變成了 把這項一項整理一下 其實把它移過去 然後把它寫過去就變成m-n m-n-4 在這裡是m加n 那m加n這個地方 是不是 -1-4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解出來 m等於 0 0 ok 然後n等於多少 4 n等於4 好那這邊的話 原因喔 這邊我再畫個篇幅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這樣子可以寫下來 這邊啊 再來說明這一段 為什麼主要是因為 我們一般多項是 FOS 題目的意思是不是 除上s平方-1 是整除的 整除會有個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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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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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這樣 那換句話說你今天把 負1帶入 負1帶入 那是不是因為這裡帶負1以後啦 這邊是不是有個零 負1加1是零 所以這個零的話 是不是整個式子就是零了 就是我現在第一步做的嘛 看對了 你對到左邊有沒有 就我做這動作 所以我在這邊解題的時候 我們平常考試不會這樣囉嗦啦 但是勒 結論過程一般我們在考試 式子可以長這樣 藍色的這個 那我只是黃色把他解釋原因 不然你不知道為什麼他 沒有辦法聯想到 其實就是這樣 原因是這樣子啦 像話是變0乘上什麼 0乘上這個變負1-1 負2 那這也是0 因為0乘是0 所以其實這邊就少出來了 那同樣道理啊 我如果把帶1下去 是後面的這個 那因為這邊帶1下去是不是 F等於 1加1 但是這很特別喔 有1-1喔 Q of 1喔 是不是 又可以知道了是不是 F1等於0 所以這個部分有沒有 對照是不是左邊這個 OK 好 這裡主要原因在這邊啦 解釋其實這段比較需要思考一下 那後面的這一罐 這裡 純粹就只是計算過程 這邊就沒什麼好說明囉 好 所以這邊答案 好我們的AMN就出來 是0 4 好我們來看第四 第二題啦 第二題的話概念其實是一樣 但它題目比較複雜囉 你看這邊 它S6次方加5S3次方 加S加B 可以被S平方加1整除 那這邊AB屬於R OK 數對AB是多少 這題我打來用剛剛的想法 我們就一路做到底 但這個題目比較特殊喔 計算過程上 我們等一下調一下 好這次計算過程不像剛剛那樣子 因為剛剛是S平方-1嘛 那個可以英式分枕的加1 減1 可是這題比較特殊一點 我要一樣是利用於是定的概念 我要整除 那我代入一樣等於0 跟剛剛一樣 我要想要用剛剛的想法 但這邊要先做個動作這個 S平方 它現在題目是S平方加1喔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很特別 因為這個東西啊 沒辦法英式分解嘛 所以我現在要做處理是 想辦法跟概念一樣 我要想要變0 所以第一步我想要把它變0 去解這一個英式 不是 解這個 多項是二次的 那這個題目會很特別喔 它的特別是因為它出現了什麼 S平方等於-1 那是不是X就會怎樣 等於正負根號-1耶 這個時候會有I的狀況 我要用虛數來解這一題 OK 我用虛數解這一題 好這是我們第一步 所以第一開始啦 我現在把這個解出來又A 一樣我要代入多項是來列式 好列式 那這邊怎麼列呢 我們看一下 就把這個I代入 所以這邊的話咧 X等於I代入 就直接代入就好了 那這時候咧 就算過程的話 跟剛剛類似 但是我們先把這個題目的 除 呃不 除式啦 拿來解 反正我們目的要讓它變0 那解出來有虛數 然後我們把它代入去變成 I的六次方 加上 5倍的 I的三次方 加上 Ai 加 B 然後這樣等於0 要做這一塊 那這邊I的六次方的話是多少 I平常是-1嘛 所以-1乘-1乘-1 負1 所以這邊是多少 負1的吧 那這邊的話咧 I平常是負1 這邊負5 I 這邊是加 加 Ai 加 B 等於0 好那這時候啊 跟剛剛不太一樣 是我只需要一個I就夠了 我不用帶負I了喔 我沒有要 呃因為我們雖然有兩個沒錯 但是我這邊只需要帶一個 那代入已經夠了 夠解了喔 好那下一步的話 列二元一次連禮 其實這邊還是要列啦 這邊 比較這邊特別是這樣子 這邊我們要利用 10步等於10步 虛步等於虛步來列式 好那 在這邊你看一下 如果我把這個式子啊 整理過去 有兩個想法啦 假設我先把位置數移到左邊 這是一個想法 或者你把這邊I提出來 變成 等於0也可以 好 那如果我把它 這個移到左邊 這個移到右邊的話 變1加5I 因為我們的AB屬於時數嘛 所以時數步就要等於 10 sorry 時數步就要等於時數步 虛速步就等於虛速步 所以AI是虛速步 要等於這邊的5I 然後咧 時數步是1 時數步要等於1 好到這邊就解出來了 因為這邊算可以列 可是列完沒有到很複雜連理嘛 直接就答案了 所以這邊我們答案寫出來了 好那我一樣把原因把答案說一下解釋一下 一樣原因部分 那原本概念是這樣的 想像題目會有個 給的貝除式嘛 只是有位之數 係數的 然後咧 除式是 s平方加1 等於什麼 會有個傷 傷我隨便設一個QFS 然後咧 因為它是說整除嘛 所以余式是0的 它概念是這樣子 那顯成這樣子以後啊 我們根據除法原理 是不是可以顯成 貝除式等於 除式 增與傷 OK 那因為這邊余式是0 所以這0其實可以寫 可以不寫啦 然後我這邊寫的0強調是把它拉下來 做個比對而已 那它這邊的話咧 跟剛剛想法是差不多的 其實 把這個式子啊 如果咧 解成0的話 你看喔 我這邊如果x 帶 正負i 我是用i而已啦 帶進去的話 是變成i平方是-1 是不是加1等於0 這時候啊 是變成f會等於 i平方 -1嘛 不是加1嘛 乘當qofi 在這裡面的話 因為我的i平方等於-1 是不是整個式子這邊就是0了 整是0了 OK 黃色桃把它拉開啦 這是不是等於0 那如果這等於0的話咧 是不是代表說 乘出來的結果一定是0 因為0成人數0嘛 那我就利用這東西 來解體 那你就看看就是為什麼我這邊要帶i 就是我第一步是不是一開始 來解的東西 是目的要這邊 所以到這個區域啊 事實上咧 我是要想辦法找出什麼樣數字 讓它為0 然後我再來帶入的時候 就是我這個動作 原因的部分在這裡 然後再來的話咧 帶入是不是就可以列出式子了 所以我這邊啊 為什麼這裡會等於0 就是因為我帶入這邊等於0的原因 這邊做比對 然後再來我們往下喔 你看喔 然後我整個是列開以後嗎 這下面就是利用虛數的概念 OK 這區啦 為什麼它會成立 是因為在奇數計算裡面 假設一個 A加BI 等於 C加DI 假設這個 ABC就是實數的話 我這樣寫ABCD是屬於R 是所代表它是實數的話咧 在這邊我們有個很重要的基本的 虛數的概念計算 稱為實數步等於實數步 虛數步等於虛數步 那我就利用這個概念咧 去列式解題 OK喔 所以這裡答案才很快的 我們就解出來啦 所以這裡答案 做那個數對AB就會等於多少 等於 5 1 OK